大家早安 二月二十六 二十五 七七二 我們現在在菜市場 太陽現在超大 然後我們也穿短袖 來菜市場幹嘛 因為我昨天在Postco買了 在公街的豬肉 豬腳肉 然後我想說 那我們今天來做水餃 然後 珍珠玩具 還有 泰寶牌 泰寶牌 沒錯 泉珠料理 我們現在要來 海購 它的材料 材料的話 等一下進入門的間隔 蒜頭多少錢 蒜頭150 你怎麼知道 我剛剛問老闆 洋蔥呢 一顆十塊 一顆十塊嗎 一個 漢堡牌裡面的佐料而已 我來想 它的主要成分還是肉跟麵包粉 我來想 一顆就夠了 各種麵 麵條類的東西都在撤 我們剛剛買了 一斤的水餃皮 我本來菜市場 然後阿姨 覺得我很帥 沒有 阿姨只是說青菜 阿姨沒有說你很帥 阿姨只有說 欸 青菜啦 青菜啦 不然不然 那沒有 那算你真實好了 但是也有一些人 就是 精心計較 但是也不錯啦 我覺得 就是 不要占人家便宜就好了 因為現在來這邊買東西 因為這個 有些很便宜 然後 買 買雞蛋或什麼的 都買便宜 複雜量 然後一些 調味料 在這邊買都買不便宜 這個叫做 南北煞火 不是不是 乾貨 乾貨 你可以買到這種調味料 豆類米 來這邊買腸肉米 老闆怎麼在哭啊 哈 嗯 切蔥好辣喔 這是今天的材料 這邊有兩盤蔥 一個是水餃的 漢堡排可以加些蔥 但是其實漢堡排的蔥 不會有什麼口感上的問題 所以 就是味道 提味 所以可以切洗 所以漢堡排要用到的洋蔥 待會要把它炒香之後放涼 才會有香味跟甜味出來 然後你現在在做什麼 燈燈燈子 珍珠丸子 沒有吃過的東西 裡面加了有豬肉 然後蔥白 蛋黃 跟什麼粉 太白粉 太白粉 那怎麼時候要加糯米 最後要加一點好吃 那你有調味嗎 可以啊 那一直在秤提 因為剛才切蔥 就是 哭到不行 啊 這要攪到什麼程度呢 那個有黏性 黏性 為什麼會有黏性 應該是因為豬肉跟蛋 吧 這豬肉本來就有黏性啊 然後碰到蛋之後 又更醜 那 小廢物我現在在炒洋蔥 小火 小火炒洋蔥 這個洋蔥 切的挺細的 因為如果太粗的話 會吃漢堡排的話 會一直吃到那個很長很細長的洋蔥絲 然後之前我是切絲炒涼之後呢 就沒有再切拌了 但這次因為我覺得 之前那個有點太長 所以我有把部分的切成這樣一半 就不會這麼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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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把洋蔥 炒軟化 然後炒香 放涼 這樣子在漢堡肉裡也會有甜味 然後漢堡排就是 就有很多小配方 因為之前 跟室友很迷 很迷很迷做漢堡排 然後我們就 嘗試了兩到三種食物 後來就有發現一些 小逆訣的小訣竅 然後錄影的時候也做過一次 然後那時候其實已經都沒什麼在看漢堡了 那就是軟條亂做 只要掌握好兩到三樣蜜蜜 就可以把漢堡排做成好吃 好的 其實就差不多這樣 炒到軟化出水就可以了 這樣就有甜味出來吧 然後如果你炒到太焦太乾的話 因為之後漢堡排成型啊 你要煎 如果洋蔥在表面的話 如果你的洋蔥表面本身已經太焦的話 其實會很容易燒焦 因為上面會有蔥啊 蒜頭啊這種清香料的材料啊 都會比較容易表面會焦化 所以就這樣子就可以了 把它盛起來放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 在切第一回合的高麗菜 這個砧板超小 我們家廚房真的有點小 不太方便了 這就是很日常的廚房 台北市公寓的廚房 好那等一下換我切 看誰切比較細緻 高麗菜絲 好難切耶 放鹽吧 這樣出 放高鹽出水 像你的水餃還不會 包的時候 菜出它就水那水餃皮破掉 那應該要放10分鐘就有些水 再放那五層一層 嗯 感覺 水龜幫我水餃 肉 沒有差嗎 比較便宜一點 肉水 這個裡面混了兩種肉 因為通常 然後水餃就是要有一個比較瘦的肉 跟一個比較肥一點的肉 吃起來才會有那個 油水湯汁 然後等一下就是高麗菜 蔥跟飯 然後等一下要加一些 醬酒跟 胡椒拌 胡椒拌 那麵肉還蠻好吃 所以蔥很重要 然後豬馬鹽 烤菜下去 這麵肉還蠻好吃 加一點點的 啤酒去鮮味 一湯匙的料 一小瓶 香油 然後醬油 調味 毛奶色醬油 好吃好吃 好吃 大概是一大匙 然後最後就是可以盡情的撒多白胡椒粉 因為胡椒粉滿鹹的 可以加很多 就像灌丸湯也是 就像灌丸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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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一下 這個感覺會蠻滷的 蠻juicy的 第一包起來就是很juicy 然後還有肉跟菜的甜味出來 然後比較紮實 但是紮實很考驗 包餃子的工藝 好 可以去包水餃了 請問你現在在做什麼 生豬丸湯 怎麼做 很像水乾一樣 外面裹上 等一下拿去蒸就可以了 好 那你現在在幹嘛 現在要讓它拍打一下 讓它有產生黏性 這個也要有黏性 對啊 因為它這樣才能 就是讓外面那個 糯米可以黏在上面 哇這什麼這好酷耶 應該大家都有吃過吧 這很酷耶 是這樣做的喔 我沒有不知道這個怎麼做 其實很大顆 通常都是比較小顆的 你看看它這樣包著 一顆 一顆 一顆珍珠丸子 感覺很好吃耶 因為它很特別 它這邊是用蔥白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會比較 有一些新香味 它應該都不吃過吧 因為如果想要變得 想要變得嗎 就會 可以變到珍珠丸子 所以才是可以 看寶寶 你要吃嗎 你要吃嗎 欸 你看我 不要再看它了 看我 看我 你要吃嗎 欸 我們就其實在這邊看它包丸子 一起看著它 吃水餃嗎 你要吃珍珠丸子嗎 好的 我們的珍珠丸子 今天會這樣子 是不是很可愛耶 好可愛喔 好像吃掉它 好像沒玩鬧 欸 包的過程中 覺得它很像魔玩鬧 然後我們這樣 如果我們有一隻 放在蒸籠 它這個是桃子蒸籠 所以我們就是 一樣就是 變個烘可以吃 把它擺整齊 然後就會開始蒸了 A few moments later 哇賽 天啊 天啊 我的天啊 好漂亮喔 然後現在再進行的是 包水餃 這個包水餃包得很快 所以我覺得現在在旁邊休息 因為包很慢 但是我很聰明的準備了這個 這用途是什麼呢 為大家解答 就是通常以前大家都會拿水餃皮 在上圓畫一些水 沾一些水 但是這樣有點耗石 所以就這樣子 就可以使用了 很快 就是一個水的粉餅的概念 嗯 是嗎 是嗎 好 好 繼續包餃子 今天買了兩種餃子皮 以前大學的時候 同時有自己趕過水餃子 所以感到很神奇 因為那個 包得比趕得還快 絕對沒有皮 可以用 2000 years later 我就是 沒有專業的老實家 沒有專業 我們就是一個業餘的老實家 就是要趁重給大家吃 反正就是一個 你覺得你想要吃多少 量多肉就好 我覺得是差不多可以做出 三大 四大塊 不只 就可以做八塊 這樣可以做八塊 真的 我那天買了兩斤耶 所以這邊我覺得真的可以至少八塊 好 然後洋蔥絲 先放涼的洋蔥絲 所以 還會有甜味 好 然後有些人想要減肥 可以加入一些豆腐 或是瘦身藥 不是 豆腐 豆腐 因為 就是等一下要加很多麵包粉 我覺得 泡寶牌主要成分就是麵包粉 跟肉 這是醬 醬 醬末 就是一個足量 就好 因為它其實是為了有點 體味 然後有點虛心 然後再來 蒜頭有點多 因為就是新鮮的 對 蔥花 對 然後要打一顆全蛋 好的 然後一點點的牛奶 你知道泡寶牌還有牛奶嗎 會不會太濕 對 因為泡寶牌的一個很大的忌諱 就是不能夠讓它太濕 對 你如果很濕的話 你就要一直加麵包粉 然後那個 等一下就是捏的時候 就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那個濕度 好 開始醬粉 那調味料 那調味料 調味料要加米酒醬油 胡椒粉 味醂 或者有點日式的味道 一點點香油 香油可加可不加啦 嗯 你看它現在主要成分就是 現在它都是肉 然後洋蔥絲 加一滴油 兩滴 好 還有 魚醬也不用太多 加太多了 太實了 因為它有整個味醂 好 所以你就會讓它更實 所以味醂也差不多 大概一大匙 然後醬油那隻鹹味 看你自己個人 大概兩匙左右 然後再來是胡椒粉 白胡椒 白胡椒 其實你要加一些胡椒 你已經覺得可以了 是喔 我想要加一些 就是可以自己 看你想要哪些香料啊 如果可能今天想要加一些 裸肉 我也想要加一些裸肉 所以我覺得漢堡牌 就是比較隨性 就看你想要吃什麼味道 加什麼味道 因為真的每次做出來的味道 就不太一樣 可是就是 基本上肉汁的甜味 跟那個嚼筋要有 其實也很好 你看也沒有到很濕 嗯 煎的話如果有胡椒粒在表面 那肉汁超會的搭 然後擦多多了之後 你就用手抓 因為你要去感受那個 溫度 濕度 進行的下 一爆 不用 好 就是 你看我現在倒了麵包粉 然後剛剛這個 它這個肉是有一點這樣子的狀態 嗯 然後現在倒麵包粉之後 它就會 麵包粉就會吸走一些 水分 對 所以也不要加太多顆蛋或牛奶 因為我之前 第一次做真的加太多蛋 嗯 然後濕到不行 然後我的麵包粉又不夠多 嗯 因為那時候只有滿一爆 然後那天就是 很失敗 然後現在我自己抓 就還是 有一點濕 所以我就還有在加麵包 走 這樣就還滿乾的 你可以自己 你自己捏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 就知道 好多肉 小肉的意見 就現在這個稠度啊 其實是ok的了 就是還有表面還有一點濕濕 可是你看它不會黏在我的手上 嗯 你自己可以感覺到 就是你自己可以感受啊 就是我覺得可能因為我今天有加香油 所以表面有點滑滑的 嗯 那如果你覺得還是太濕的話 你就可以再加一些些 但是其實我覺得剛剛這個醜度已經可以了 嗯 可以 畫一個 這大小沒有限制的啊 然後像麵包圓上是做超大一顆的 嗯 但我自己覺得 就是越大更越難堅持 所以你就是大概 就是大概這樣 不能5公分大吧 嗯 差不多 然後有一定的厚度 可能2公分厚 嗯 或是再多一點點 就不要太多 然後呢 這時候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 漢堡牌的訣竅 它就是你一定要這樣拍打 就是你越大力拍打 差異在於說 你沒有拍打前 你會覺得說 它的表面會有一點點 就是碰到肉會黏起來 可是你拍打鍋 它會全部黏在一起 它的肉被你拍得更有彈性 你在吃漢堡牌的時候 就很會感受到不一樣的口感 如果你沒有拍跟有拍 吃起來是不一樣的 我跟他說漢堡牌會超簡單的 然後掌握 兩個秘訣 三個秘訣 我覺得第一個秘訣就是那個 洋蔥 你一定要炒那個 然後再放 才會有洋蔥甜味 然後再來就是你一定要拍 沒拍的話就是口感 然後第三個我訣竅 我覺得應該就是 你要小火煎吧 然後趁熱石 醬汁很重要 醬汁很重要 醬汁可以上網查 有一些醬汁什麼做 還不好拍醬汁 之前第一次有做過 但後來就是偷懶 先賣那個 賣那種醋 就這樣 就可以去日本 台灣的日本超市買 買最大 沒有限制次數 就是你自己的感覺就好 如果你不是捏一樣 就這樣這樣子 但是會表面會比較沒有那個 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就有一點分開的感覺 嗯 現在就是你不要完成後 就準備下鍋了 超紅番煎 就像煎牛排的 那旁邊的話就是可以做一些配菜 可以煮一些花葉菜 或者是 努力生成這樣 好的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翻面 給大家看一下 啊 後面稍微上色之後的感覺 其實我喜歡有點焦焦的 這樣子 對 但是 那還不夠 應該就是最後一天 所以 對 就是還是要在兩邊吃去去吃 比較火就是 重點就是火的 然後我們才加它的焦才快 對 然後最後把米酒的焦 持續的 要把它上色 那就是一個正面 正版正版的東西 但是 正側面就是 還有一些 顏色的地方 就是它還繼續在 在這裡 這樣 我可以給大家看 如果你的 蟲餡 這樣就這樣 就這樣 所以我才說要切小米 對 然後這個洋蔥也是 已經很小拍了 很好吃 因為它就會有點粉底層 所以如果你真的切太突不大的話 其實在表面就很明顯 所以 就比較不會這麼想 就覺得它比較好 好 哇